6月中才正式啟用的啟德郵輪碼頭 第一次有郵輪拍案 有船公司說碼頭配套設施不夠 碼頭刑辦商就說 現正跟政府商討 怎樣改善交通配套 載著二千多人的精英千禧號 由新加坡經越南夏隆灣 早上6點多底港 船上的旅客主要是來自美加和澳洲等地 星期一會坐郵輪回新加坡 由於碼頭客運大樓工程未完成 入境署的人員上船為旅客辦理入境手續之後 旅客到設看碼頭的帳幕清關 再由接駁巴士送去九龍基鐵站自由活動 船公司說第一日試拍上船順利 相對在海運大廈 因為去這裡比較空曠一點 水流會急一些 船上的航海設備都很先進 所以沒有什麼大問題 唯一不足我們暫時的看 就是沒有一個購物商場 郵輪碼頭刑辦商話 現在正是跟當局商討 怎樣進一步完善交通配套 在啟特郵輪碼頭 因為暫時都要靠巴士、兆巴、的士、私家車出入 不過希望將來可以有個公共的道輪碼頭在旁邊 都會給多一個選擇的郵輪客和香港市民來來往往 啟特郵輪碼頭將會在六月中開始啟用 下一手的拍案郵輪將會在十月底港 無線電視記者陳心儀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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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